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内政部计划在花莲市新建两批 合计548户子株不卖的社会住宅 而每一栋都是地上10层,地下2层 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 社会住宅强调是青年创生、银法安居、设施共享的目标 还保留了5%给基层的锦销人员来入住 内政部计划在花莲市新建两批合计548户子株不卖的社会住宅 内政部长徐国勇18号特别到花莲基地来会刊 向地方说明社会住宅的特色和优点 我们现在社会住宅是政府直接来新建 而且物业管理是政府来物业管理 所以里面我们会有日照中心 所以我们现在高龄社会 甚至我们迈入超高龄社会 我们的老人家要照顾 然后我们的少子化社会 我们更要照顾我们的婴儿我们的幼童 所以我们这里有日照中心有托婴 然后呢也这样子的话我们结合在一起 然后跟整个社区我们里面也会有 让社区这些老邻居啊 都有一个好地方可以来 所以我们的建幣率是很低的 也就知道法定空间会留很多 所以我们户外空间以后户外的小朋友的表演啊 或者是我们里面的表演都可以在户外 天气不好我们有集会 里面有集会所 也有室内的 这个都会提供给我们所有的附近居民 所有里面来使用 那最主要是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这里有开始有 轻盈共住的概念要进来 我们这里有年轻人 然后我们的弱势家庭会占三层 这样我们老人家进来 也轻盈共住 大家可以彼此老人家把经验传承给年轻人 年轻人可以帮忙照顾老人家 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 一个营法族跟年轻人轻盈共住的 最主要是我们这里还有5%是留给我们的警校 警校如果来抽签 他抽到了那就不属于这5% 这5%是优先保留给警察 所以当警察进来这个社区以后 年轻的警察来到这里来花联服务 我们让他有更好的居住环境 进来以后有警察居住的社区 我相信大家心里会更安定 这两批社会住宅都位在花联市美伦地区 美伦安居有401户 树人居有147户 由于土地都是国有财产 因此只需要投入27亿元经费来兴建 预递在今年级招标 113年完工 徐国勇强调这批住宅只租不卖 租金方面更是八折再八折 租金是这样我们按照一般市价 我们会去做相关的普查 会按照一般市价打八折 一般的住户 那如果是我们的弱势家庭 我们是八折再八折六四折 所以呢 而且弱势住户的话 可以住的时间又可以再长一点 有人说那我抽签抽不到怎么办 我们会有租金补贴 包租贷款等等这些来补助 所以我们要租金补贴 我们一年有十二万户 有十二万户 那年轻人这一些 如果抽不到 你就去申请租金补贴 你去租的房子 我们一样给你租金补贴 会从两千六到五千块 看地区跟看它整个的条件 会有从两千六到五千块 徐国勇最后表示 花莲社会住宅不会有围墙 设备是供全民来供用的 尤其百分之五是供紧销入住 更能够增添住宿的安全感 借鲁慧欢市报道